先看整个当时陶瓷的一个生产的状况 那么当时的那个窑场呢 按照南北方这样的一个分布 在北方地区它主要集中在今天的河南山西 河北的南部这一带 那么在南方呢 它主要集中在今天的浙江福建和江西这三个省 这些地方呢是比较集中的 那么在大量的窑场里头 最值得我们关注最重要的一个生产的地方呢 就是景德镇 因为景德镇呢 是当时唯一的一个官府瓷器的制作机构 那么在这里就设立了一个专门的机构 叫做福良瓷局 来为官府生产瓷器 那么这个福良瓷局呢 它是隶属于江座院系统的 那么这个时候景德镇陶瓷呢 它代表着元代陶瓷的生产的最高工艺 同时呢 也是那个景德镇作为瓷都 这样一个陶瓷生产重地的一个开始 那么我们前面再讲到两宋的时候 也说到了当时呢 那个由于海上交通的发达 海上丝绸之路呢已经开通了 那么在那个海上丝绸之路外销的产品里头 有大量的就是中国的瓷器 那么这些瓷器行销到了东南亚 甚至到了欧洲 甚至或者是有些非洲的一些地区 那么这个呢都对于后世 就是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 那么这个是当时陶瓷的一个外销的情况 然后我们来看 首先会看最重要的一个谣 就是景德镇谣 说到景德镇谣呢 我们看它一个最著名的品类 就是青花 青花词呢 到这两年又特别的热了 其实青花词长期以来 就是我们普通人家日用词的一个 主要的品种 可能大概都是90后 如果你们再早一点 或者是回忆一下 你们家的什么哥哥姐姐 什么爸爸妈妈 以前我们普通人家使用的 最基本的那种饮食器皿的 就是青花词 就是白地上面画兰花的那种 就是最基本的就是青花词 那么这个青花词这两年 又非常的热 在热炒这个青花词这个概念 那么什么才是青花词呢 我们说青花词从定义上讲 它是以氧化菇来作为陈设计 然后在胎上面来绘画图案 然后再一次的上透明诱 再烧层的这种瓷器 那么整个器物呢 它呈现出白地蓝花 或者是蓝地白花的 这样一种效果 那么我们把这一种词器呢 叫做青花词 青花如果从就是 它的历史上来讲 其实在元代 比如说 不在唐代 在扬州地区 我们就曾经收获过 一些就是面貌 接近于青花的 这样的一些词片 那么一直到了元代 前面我们讲过了蒙古族嘛 他们特别喜欢白色和蓝色 这两种颜色 那么由于蒙古族 他们上白上蓝 这样的一种民族心理观念 那么造成了这两种颜色呢 成为了一种重要的装饰色彩 也使得那个青花呢 在这个时代最终的成熟 成为中国瓷器的代表 并且对世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那么当时元代典型的 那个青花瓷呢 它所用的那个骨料 是来自于波斯地区 因为我们说瓷器是中国的发明 但是世界上还有很多地区 它们是烧造陶器的 比如说像波斯 它烧造又陶 它就有它自身很长的一段历史 而它们用那个孤来作为成色剂呢 也有的就是很长的一段时间了 那么在那个元代的时候 典型的元青花呢 它是要用进口的波斯的骨料 来绘画的 当时呢这个是它的用料 另外呢典型的元青花呢 它的装饰是非常繁密的 那么而且气物非常的硕大 那么气形的硕大呢 就是与蒙古族 他们的餐饮习惯有关 我们知道蒙古人喝酒 吃肉就是非常豪爽的 那么当时 由于蒙古人喝酒 你知道是麻奶酒吗 麻奶酒是一种 就是不是一种真的有酒 它度数非常的低 可能才七度左右 所以它可以人可以喝的很多 那么蒙古人他特别就是喜欢喝酒吃肉 就是造成了那个时候的一些饮食器物 它是包括他们的那种生活习惯 就造成他们当时的那种日用的 这种餐具的器皿呢 气形非常的硕大 比如我们看这个盘子 这个角端的盘子 它的直径是46.1厘米 就将近半米 就是这么大一个盘子 大家可以大概的比较一下 比我们今天一般要用的盘子 一般都大得多 当然这还不是最大的 还有更大的 那么这个我们说了 那个它装饰反密呢 就体现在原青花上有反密的装饰袋 前面我们也提过了蒙古族 他们种酒物稀 看种酒 认为酒是一个吉祥的数字 而七呢 是一个同刑法相关的数字 所以说那个七这个 七层的装饰袋呢 就基本上不常见 主要的还是九层的装饰袋 比较多多 那么这是那个陶瓷器的青花上面装饰袋 然后我们来看一些典型的 元代的青花作品 比如说我们看左边这件 就是在河北宝定教堂出土的 一个青花又里红的罐子 那么这一件器皿呢 就是大家记住它的样子 然后我们待会儿来 就是可以想想 根据后边一件器物 来给它估个价 我们看这件 它首先是原青花嘛 首先是有青花 另外又里红 红色的是用的那个 两花丛做成设计 是又里红 然后呢这一块的地方呢 开光这一块呢 用到了漏雕的技法 那么上面画的是那个云尖纹 而且是有盖子的 那么这是河北宝定出土的一对 这个青花又里红的罐子 大家看清楚它的面貌 然后和后边一件器物 来做个比较 你们也来给它 你们觉得这个东西 如果到时候去拍卖 能够拍卖到多少钱 然后我们来看其他几件 我们说有反密的装饰袋 那么这种呢 就可以看得出来 从内到外 就是好几层密密麻麻的装饰袋 我们说这种装饰的繁荣呢 也是从当时 整个伊斯兰风的这种流行相关的 因为整个伊斯兰艺术的风格 就是比较精细的这种文样 比较反密的文样 而且我们看这个碗上 也是从下到上好几层 不论这碗的内还是外 都是好几层的装饰袋 然后呢我们说蒙古人嘛 那因为他们也是一个游牧民族 前面我们讲到辽津陶斯器的时候 讲到了那个平囊湖那样的一种气形 我们看这也是一个 那个就是这个壶也是 它是做成一个扁的形状 而且它是有那个扭的 有可以记的 有四个记在这 那么说明这种扁壶呢 也是为了适应蒙古族 他们那种迁徙的生活而制作的 因为气物做圆了 往马身上捆 它肯定鼓起来一块不好捆 所以用了一种扁的这种造型 另外呢留了一个穿绳子的地方 就比较好捆扎 这个也是 我们看这个玉湖春的瓶啊 不是一个圆形 它是做一个八能的 为什么呢 你做成有能的以后 绳子捆上去才不会打滑 那么我们说这种呢 也是体现出它的那个 就是跟蒙古族迁徙的状态有关 另外我们看装饰袋 一层 两层 第三层 第四层 第五层 然后第六层 第七层 第八层是交叶 第九层在里头 还带一点 一共是九层的装饰袋 然后我们看这个也是 这个八能的葫芦瓶也是 做成葫芦鞋 本来就比较好捆扎嘛 另外还做出八个能 这都是为了方便于携带 方便于移动 游牧这样的生活 来做出来的一个 这样的一些器皿 然后我们说原青花 典型的原青花 画的是非常的 就是精细工整的 那么其中有一些画得非常的好 比如说这个就是非常有名的一件 七行非常的周正 绘画非常的精美 画的图案呢 是一个传统的故事 就是萧和月下追寒信 那么这个屏 这是一个霉屏 那么当时呢 由于它的绘画非常的精良 曾经一度被推选为了天下第一的原青花 那么现在我们也知道 如果大家关心那个收藏品市场 也知道现在原青花的价格是不断的攀高 我们有多高的 我们现在看一个2005年的例子 2005年在英国的那个苏富比的拍卖上 这个一个鬼谷下山的原青花的罐子 拍出的是人民币 当时是成交价 换算是人民币 是2.3亿人民币 那么我们看这个罐子呢 附近33厘米 刚才我们看那个 保定出土的那个青花又里红的 那个高41厘米左右好像是 而且这个罐子是不带盖的 保定那个带盖 这个只是用到了青花 然后只是 那个还用到了青花 不管是有青花 还有又里红 这个只有绘画 那个不但有绘画的文样 还有漏雕这样的技法 所以我们如果说来做估价的话 这个是一个 不带盖的一个 那个是有盖的一对 那么我们说保定出土的那一对 就是现在我估计如果卖的话 怎么着得10亿左右人民币 那么我们说2.3亿这个价格也不 也不低了哈 可能就是比咱们这栋楼吧 那么这个就是原青花 现在的那个市价 那么原青花的那个 价格虽然是不断的攀高 因为原代的青花到现在 目前我们确认的 就是没有太大争议的 原代的青花到现在呢 数量非常的少 几十件吧 所以它的价格是不断的攀升的 非常有意思 这个东西因为它拍卖出了 2.3亿人民币的这样一个价格 你们以后去锦德镇去看 满地都是仿的这个罐子 满地花了就是那个鬼谷下山 就是仿的这个罐子做的 而且还给它配了盖了 所以就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现象 因为这个东西卖的很高了价 这个是曾经创过那个就是天价 但是现在那个价格还在不断的攀升 那么后来可能这两年炒原青花 炒过一段时间 因为原青花数量毕竟有限嘛 你们再关注一下那个拍卖市场 最近两年开始抄那个 什么宋代官窑啊 就是卖那些东西了 那个价格又上去了 然后我们回来看这一幅 这幅也是一个人物故事场景 那么这幅呢 画了就是招军初赛这样的一个故事 我们把它那个图案如果展开来 我们看是一个一组 展开来就完全就是中国那种 典型的卷轴画的那样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构图形式了 对吧 完全整个的一个故事情节 那么这是一个原代青花的一些典型的代表作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些是仿古的这种气形 做成菇这样的一个气形 那么是原代的青花气面 然后我们来看是幼铝红 那么幼铝红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来看从地上讲 幼铝红呢 它是以养花铜作为沉色计 在胚体上绘画图案 然后再照幼 然后烧成了气面 我们知道这个跟青花唯一的区别 它是用的是养花铜 那个用的是养花菇 这个用的是养花铜 所以那个养花菇烧出来是蓝色的花 这个烧出来是红色的花 然后呢 它会形成白地红花 或者是红地白花这样的效果 那么问题就在于呢 那个铜呢 它是一种非常敏 养花铜 它是一种非常敏感的那种元素 那么在入窑以后 不管是窑里头的温度也好 气氛也好 就是养花或者还原的这种火焰的气氛也好 对它都是有非常大的影响的 特别不好控制 所以养花 所以幼铝红呢 就是它烧成的那种难度更大 所以虽然在元代它就开始创造了 但是它的数量烧的并不多 稍微烧的不好 颜色就发黑 我们看这个就是颜色就发黑了 它的颜色是非常难掌握的 比那个 其实比青花还难烧 那么总体来讲呢 它的面貌是与青花比较接近 但是制作呢 要比较的粗略 我们看这个就是烧的比较好的一个 那个幼铝红 另外呢 还有那个大量 就是还有一些那个蓝幼和红幼的瓷器 那么蓝幼呢 就是幼里头含有氧化菇 那么烧成以后就是蓝幼 红幼呢 就是里边含有氧化酮 以酮为做成色剂 那么总体来讲呢 还是红幼要少于蓝幼 因为前面我们说过了 氧化酮 那个它的 它比较敏感嘛 烧成 那个红幼呢 就是基础条件要求更高一些 那么我们看这个元代的 这个苗金的折制杯 那个蓝幼杯 那么它是以蓝幼 作为气身的这样的一种原色 然后呢 再用辽金的手法画上去的那种梅花枝 那么以蓝底来称这个金色呢 显得非常的漂亮 这是那个蓝幼和红幼的瓷器 那么我们看这个也是鱼龙文的那个一个梅瓶 那么景德镇摇烧的第四大类呢 就是卵白幼的瓷器 卵白幼 就是顾名思义 那个幼色是白里头 微微的含一点青色 因为这个颜色呢 比较接近于鹅卵的颜色 那么所以呢 叫做卵白幼 如果不知道是什么颜色呢 晚饭的时候去食堂买个咸鸭蛋 就知道那个卵白幼的那个鹅卵的颜色 就是白中微微泛青 是一种什么颜色了 那么这个呢 从数量上来讲 虽然我们前面讲到了大量的青花啊 幼里红啊 红幼啊 蓝幼的器物 但是如果从数量上来讲 当年景德镇摇烧造的数量最大的 还是这一类的卵白幼的器物 那么在卵白幼的器物 我们考古发掘里头 收获了卵白幼的器物呢 有一些是带有明文的 那么明文里头比较常见的 一个是带有太喜这样的明文 那么带有太喜的这一类的呢 只见过一种造型就是盘子 那么这个 这一类的太喜的明文的盘子呢 主要是用作皇家的祭器 太喜呢 是指的太喜院 或者叫做太喜宗殷院 那个是一个管理皇家祭祀的机构 那么带有这种明文的呢 是主要是作为皇家的祭器在使用 我们看这个盘子就是 一个太喜宗殷的云龙文的盘 里边呢 是印花的 另外呢 还有一类是带有书府的款 有人说是书字款 有人说是府字款 有人说书府款 那么它指的是哪呢 指的是那个书密院 也就是说是为那个书密院 以及其他的下属的机构 烧造的那个公用词 就是按我们今天话说 就是为政府部门烧造的那个 就公用的那种瓷器 那么这个呢 是当时卵白柚器物的带有明文的两种 一个是太喜宗殷的 一个是那个书府明的 那么我们看一些当时的那种卵白柚的瓷器 就是白里头微微泛青 然后大部分是采用这种印花的一种装饰 那么也有一个一些是高足碑 第五类就是青白瓷 我们在讲到宋代那个锦德镇窑的时候 就说到青白瓷是那个锦德镇窑的 一个典型的产品 那么到了元代呢 那个锦德镇窑依然在烧青白瓷 那么这个时候与前代相比呢 就是青白瓷的胎比较的粗了 又呢比前代要差了 但是就是这个时代 我们说到了整体的风气 它是受到那种伊斯兰文化的影响 和蒙古族 它自己好上的这种影响 它喜欢比较那种繁荣的精细的这种装饰 所以呢 它的装饰就是在青白瓷上 它的装饰效果和宋代呢 相比是要丰富许多了 比如说它有大量的 比如说像这种镂空的 透雕的这样的一种这类的器物 比如说有些佛像 而且我们看就是这个观音像上 可能体量并不大 67厘米 但是呢 它做的这个 就是整个的神态是非常的端庄慈祥的 而且身上的音乐 包括手足 这种局部都做的非常的那个好 那么这个呢 应该也是历代陶思照相中间的一件精品了 这是那个青白瓷 我们看一些其他的青白瓷 我们看也是装饰了手法了 跟宋代的时候相比呢 已经远远的要丰富了 比如说采取了这样镂空的这种装饰 然后这个也是 虽然是花柜的纹样 然后是起额的 然后有镂空的 然后到上面那个 这个帽和这个座呢 是后加的啊 我们典型的看到这个 这个这种算头式的这种头 这不是我们 就是中华文明的风范 这个是到了欧洲以后 欧洲人收藏的时候 给他加的一个帽和座 就是后加的 这个不是他原来的面貌 那么这个时候 那个青白瓷里头 还有两类造型呢 是与藏传佛教相关的 一个就是那个多木湖 就是这种的 就多木湖 我们今天去藏区 还可以看到这种形态的湖 对吧 这个是多木湖 那么这种呢 由于它的帽子 特别像那个森帽 所以这种叫做森帽湖 那么这两种呢 相信是从藏传佛教相关的 一种造型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时代的其他窑场 先说磁洲窑 我们现在讲宋代的时候 讲到了磁洲窑 是一个典型的民窑 以新生产那种 就是这种彩绘的 或者是白地黑花的 这种瓷器而闻名 那么到了这个元代呢 虽然磁洲窑 还在不断的生产 但是受到整个 时代风暴的影响 出现了这种装饰密 装饰帽特别繁密的 这样的作品 这个我们想一下 我们回忆一下 我们前面看到了 宋代金代的 那种非常潇洒的 简率的那种 典型民谣作品的那种绘画 相比是风格 已经是相差的特别远了 一层一层繁密的装饰帽 然后绘画的那个文样 和那个题材 是画得非常的精细 那么这个呢 也是受到时代风格的 这种影响而造成的 那么磁洲窑 还有大量的磁枕 等作品 我们看那个磁枕 中央还是这种绘画式的构图 我们说到了绘画式的构图 在这个时代呢 已经成为了装饰的一种主流 那么我们看那个枕面上 还是一个 就是肯定是一个 人物故事画 这样一个有题材的人物故事画 这样一种组合 然后说军窑 军窑瓷器在元代呢 就是数量上 依然在不断的生产 但是这个 从质量上来讲呢 军窑的瓷器在这个时候 烧的并不是特别的好了 而且这个实际上新的特征呢 是它有一些比较大的器物的制作 比较高比较大的器物的制作 那么这种 右色呢 也是不如前代 这是军窑 第三个就是军窑窑 前面我们讲 那个宋代瓷器的时候 说军窑窑 它是一个仿观窑的一个窑口 那么薄胎厚幼 是它的一个典型特征 而且它在那个装饰上 它放弃了所有的那种 其他的装饰手段 而把那个整个器物的美 凝结在它那个幼稚的 那种纯净和润润上面 那么军窑窑到了元代的时候 有一个面貌就有了一定的改变 一个从数量上来讲 这个时候军窑窑窑 军窑窑系的那种刺窑 在不断的增加 那么刺窑的那个增加 它所反映出来一个面貌 一个原因就是说 当时的军窑窑的轻瓷 在大量的外销 因为它本身 那个地域档 是比较接近海的 那么随着海上贸易的 这种交通的发达 大量的军窑轻瓷 被远销到域外 所以当时的 生产数量上是有增加 这个时候的 同南宋军窑 那种仿观 那种薄苔后 有那种相比 它现在已经胎比较粗厚 但是那个装饰呢 就是比较的丰富了 那么我们知道 在南宋的时候 龙泉窑的典型的右色是什么呢 是粉青梅子青 对吧 那么到了元代 转文 这种油青转为了绿 为什么那个会变绿呢 就是联系到 它是一个大量外销的这样一个背景 我们知道伊斯兰世界是上绿的 所以这个时候的龙泉青瓷呢 开始就是 又呢是比较转为绿色 这么个颜色了 那么这个呢 就是同它的外销有关 有一定的关联 然后我们看一些那个 在就是收藏的一些那个 龙泉窑的瓷器 我们看这个颜色已经很绿了 对吧 同两宋时代的那种粉青的颜色 比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 而且也有了一些装饰文样 那种起能的造型 那么我们说到了那个瓷器的外销 比如说我们看在土耳其的托布卡普博物馆 因为那个是托布卡普工呢 是当年它是收藏了大量的中国瓷器 我们说那个光源青花 它那儿就收藏了好几十件 就是当年元代的时候 就远向到土耳其地区的 就被他们当时的皇帝 就是珍藏起来 那么现在呢 就是大量的就是原青花 就是就是近年比较明确的原青花 是收藏在土耳其的 去年的时候 这个首都博物馆 专门办了一个原青花的大展 那么当年 当时呢 就是跟伊朗连 跟伊朗还有那边 还有土耳其联系 从他们那边就借掉了几件 大的那个原青花过来 比如说那个大的盘子 可能直径有的 得到六十厘米上下 那种比较大的盘子 那么这个是他们那边收藏的 那么我们看那个土耳其 托布卡普不但收藏 是有大量的原青花 还有不少是龙圈窑的青瓷 然后我们来讲一个窑 就是歌窑 我们以前可能平常大家 或者是一般的那种 就是文物考古的那种 就借了那种说法 说到宋代的五大名谣嘛 定五光歌君 但是现在我们知道呢 其实歌窑 它稍造的时间呢 应该是在原末名书 并没有找到宋代 它的窑址呢 是在今天的杭州 或者是在龙泉这一带 为什么那个歌窑的青瓷 曾经会被认为是宋代的产品呢 因为它仿的对象 就是仿了宋代的官窑 所以说 甚至因为它仿宋代的官窑 而是可能做得比较的好 那么在一定的程度上呢 使人就认为它可能是宋代的作品 但是从考古对于歌窑窑指的那种发觉来看呢 它这个歌窑 其实它的稍造主要是在那个远末名书 那么我们说 定辱光歌君里头 所谓的五大名窑 那么歌窑呢 现在被我们证明是在远末名书 上唐课我们讲军窑的时候 也提到过 有一些军窑的器物 现在我们也可能要重新看待它 它们有可能是生产在明代的 那么就是所谓的五大名窑 现在已经推翻了两大名窑了 然后这个是歌窑的瓷器 歌窑的瓷器它主要是反官窑 所以它有了大量的用仿骨的器型的出现 因为我们前面说过 两宋官窑的器物的一大特点 就是造型的仿骨 比如说有那种兽尔炉 有这种头弧这样的造型 那么吉周窑 吉周窑是在江西的吉安 前面我们说过 在两宋的时候像这种戴帽幼 什么剪纸 书叶 这是它的一种装饰手法 那么到了元代 我们看吉周阳也是用反密的装饰 花纹画得非常的细致 那么这个是一个时代风貌 对它的一个影响 那么这个时代呢 还有一类器物叫做琉璃 那么什么是琉璃呢 琉璃它是以铅来作为注溶剂的 低温的陶器 要注意它是陶器啊 不是瓷器 前面我们讲的都是瓷器 那么琉璃呢它是琉璃它是一种低温的陶器 那么它采用的是两次烧成反啊 琉璃呢 现在就是主要是用来做建筑的装饰 最有名的就是北海九龙壁 那个就是琉璃的 就九龙壁 那个是琉璃的 那么那个有时候除了做建筑装饰以外呢 它还作为那个供器来使用 当它在元代的产地呢 有两个 一个是山西 一个是大都 就是今天的北兴地区 那么一直到后来就是山西地区一直是琉璃的一个重要的生产的地区 那么在大都呢 生产琉璃有四个窑场 那么我们看它是领的那个工匠是多少呢 三百余户 那就可能是上千人的规模在做那个琉璃 那么这个是关于琉璃在当时的一个生产 那么我们看一些元代琉璃的那个食物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